从那以后,温朝也不吃斋念佛了,也不想皇帝陛下了,每天就想着在御花园和她认定是自家弟弟的小皇后偶遇。 有时候一天在凤七宫门口溜达好几次,后宫的人都以为温妃是想勾引皇帝,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想见谁,打听到魏英喜欢软的东西。 隔三差五,就送些软软的小玩意过去凤七宫,知道她爱吃零食,又自己学着做起小点心来,自己乐呵呵地折腾,做得满意了,就小心翼翼装好,让宫女送过去,因为上次的事。 魏英的吃食蓝湛特别小心,凤七宫安排了专门的验读的人,还有随叫随到的御医,所以往凤七宫送东西。 在重宫人看来就是傻的,麻烦,不讨好,万一有个什么事还就惹怒龙岩了,所以,大部分人不会去惹凤七宫,虽然因为避孕药的事,很多人还是怀疑陛下对皇后的宠爱的真假,但是大家都惊得很,不该知道的,就不能知道太多,这是什么? 这一日温飞宫里的小宫女送零食,就遇到了来凤七宫的蓝旺鸡,是,是温飞殿下送的小食。 蓝旺鸡正准备让人提回去,蓝湛未应奔出来,挂到了她身上,怎么又没穿鞋子,就跑出来。 蓝旺鸡把她抱好,摇了摇她的光脚,戏,啊,小姐姐给我带好吃的了,怎么她常来送? 嗯,又几日了,还有小软枕,昨天那个套手的毛圈圈也是她送来的,是上次那个哥哥做的。 蓝旺鸡不悦了,那个温飞想做什么,居然收买起她的小宝贝了,提回去,小宫女瑟瑟发抖,赶紧转身要走,不行,应要吃,那,提回来,咽过了。 没办法,怀里的人想吃,她也不行不同意,一秒耸了,咽过了,放着,先下去吧,戏。 以后我来,做给你吃,蓝旺鸡醋坛子倒了,一脸不快,嘴巴都撅起来了,蓝湛不是好忙吗? 总会有时间,那就陪我忙。 好,虽然是拿魏英没办法,不过对别人她可是没这么耐心。 当晚便传了话,不许温飞随便送东西了,要送必须报备。 可怜温潮一心就像宠宠自己的弟弟,被禁止了,叹了几天气, 又开始吃斋念佛了,不过还是时不时做点心,大不了麻烦点,抱个背,圣主大人, 那个小皇后十五六岁的样子,好像一直待在岛上,蓝溪尘握着一个白色玉佩抚摸, 心中是那人的英勇笑貌,十五六岁,一直在岛上,她死去的那个岛上,被狼养大,难道。 回忆,西尘哥,求你帮我找到我右弟,她,她浑身是伤,拉着她的手求她, 她把她隐藏在一个树洞中,可是等她找到怀桑,却再也没见到她了。 只在不远处发现她被撕碎的衣物,如果怀桑是她的右弟,那岛上的另一个婴儿是谁? 还是,还是另一个婴儿才是,不不可能,她不可能就错,不可能,那个孩子,那个孩子其实是失踪的皇子。 皇子,哈哈哈哈哈哈,蓝溪尘忽然笑起来,皇子。 那么,皇帝和皇后,哈哈哈哈,皇帝和皇后,是兄弟,宝贝,难得一次早朝回来,卫英还没醒,蓝忘机凑过去占便宜。 嗯,睡梦中忽然被触碰,卫英皱了皱眉,小声哼吟了一声,然后蓝忘机就得寸进尺起来,蓝湛,睡眼惺松,眯着半睁的眼睛,让蓝忘机欲罢不能,埋下头,协助她的唇,宝贝,叫哥哥,哥哥。 每日的浇灌让卫英越来越有味道,飞红的脸颊,烟红的双唇,一顾一盼都让人惊艳。 有时候小皇帝还会故意在她耳后,搏梗著作一些让人羞涩的记号,让奴才们看了又想无脸又忍不住多偷看几眼,然后在心里尖叫啊呀呀呀。 不过,卫英对这些总是比较迟钝,也不介意小皇帝在自己身上做什么,你今日怎么睡到这么迟? 还以为宝宝已经起来等我吃早饭了?嗯,本来就要醒了,你欺负我,撕,熬屋。 卫英脖子处被咬了一口,乍起毛来,朝蓝忘鸡刺了个牙,小吼一声,马上又被一个蚊打败了。 婴儿,好香,蓝忘鸡动手动脚,被小狼仔,抓住她的手啃咬。 你今天无事啊,今天就想抱着我的宝贝,说着蓝忘鸡又上嘴了。 痛,小甜顶,嫩哼,很甜那种。 看着她的小皇后软绵绵的模样,蓝忘鸡满意地亲了亲,小心把她包裹起来,往浴池去了。 小皇帝和小皇后腻腻歪歪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,大家也习以为常。 奉旗宫的奴才们照例做好避孕的小时,等着小皇帝抱小主子出来。 看着皇帝变着花样喂皇后,这会皇帝正一小口小口用嘴喂到喂鹰嘴里,真是没眼看。 正喂着呢,忽然下面的人急匆匆送来一封信,蓝忘鸡不悦地看了来人一眼,把剩下的喂到喂鹰嘴里,慢慢地打开那封信。 皇后身世可能与当年被抱走的小皇子有关,是什么? 无事,一些无聊人的无聊伎俩罢了,蓝忘鸡搂住喂鹰亲了一口,来递信的奴才脚一抖。 扑通一声跪下来,还不快退下,是,那奴才跑得比什么还快。 蓝忘鸡眼神暗了暗,唤出暗位,递给他信纸,暗位手抖了一下,不敢说话,皇帝怀里还搂着皇后, 一脸喜爱地轻拂他的嘴唇,停在他的唇下之处来回妈萨。 京城里只要有听到议论此事之处,马上封锁了,该闭口的闭口。 小皇帝一脸温柔地说着可怕的话,暗位的汗都要流下来了,不过他知道,这才是真正的他。 皇帝的温柔只给了一个人,那就是他怀中的小皇后,是,接了任务。 他便赶紧去召唤人手,处理此事了,蓝忘鸡知道都传到宫里,自己这边了。 那人肯定不会忘记在其他地方宣扬,所以他自然不会让他得逞,坏了鹰的名声。 毕竟,乱伦是大忌,不管是真是假,都必须先压了,方可免了一堆麻烦,至于自己的弟弟是谁。 鹰是不是自己的弟弟,他有他自己的判断,怎么两个人都那么慌慌张张地走了。 不管他们,今日可要练剑,还是哥哥带你出宫去玩,出宫出宫,蓝忘鸡头为好为鹰。 两人整理了一下换了便服,便出宫了,果然,京城各个茶馆、酒楼等一些消息传得快的地方。 开始有人议论起后宫密室,多处传说,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故意、未知、亏得蓝忘鸡判断准确。 议议论还没来得及传开,就被掐灭了,蓝忘鸡带着他的小皇后微服出游,吃吃喝喝,好不逍遥。 完完全全不受这迫事影响,他没有告诉卫英,不过事实上,卫英根本不懂这些,也不会在意太多。 他只知道他喜欢蓝湛,自愿和他亲近,共度一生,要知道。 狼从来都是忠贞不二的,他们的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,认定了就不会变,除非他死了。 而蓝忘鸡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弟弟,不过即使是,他也不会放手,但作为君王,他不允许不好的议论来影响他在朝中的威望,所以他有他该做的事。 婴儿可愿和我去一个地方。 蓝湛去拿我就去拿。 好,兄长,你说小皇后和皇帝是兄弟,不论是发现的地点,还是皇后的年龄都符合,自然不会错。 蓝溪尘胸有成竹,这次那小皇帝一定该头疼了。 要知道,蓝是一项最重礼数,这乱伦之事了,不是小事。 想想他可能的表情,他就忍不住得意,仿佛是自己扳回了一局,你昨日入去做什么? 为何有人在皇宫附近看到你? 我,我只是路过,路过而已,聂怀桑才不想告诉他,他每三个月都得去拿一次解药,不然就可能死了。 他回答得支支吾吾,不过他一直是如此神经大条的样子。 蓝溪尘也没有怀疑,你兄长之前剑法最试了得,你也该练起来才是兄长兄长。 你为什么你口中总是他?聂怀桑从那次岛上回来就很不甘心。 他不想和一个死去的人争宠,但是他真是受够了,他扑过去,点起脚尖,稳住了蓝溪尘。 蓝溪尘只觉脑袋一片空白,全身僵硬了,聂怀桑看他的反应更是生气,跺了跺脚,头也不回跑了,刘蓝溪尘还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觉一片混乱,盛楼闹了不少笑话。 我们的杀气也可以上了,不知道这兄弟相残的戏怎么样,金光扇摇了摇手中的酒,一口喝了,金光摇毕恭毕敬地伺候在一旁,抿了抿嘴,明日便让他出去,不用等了。 你舍不得了,并未,要知道可是你现的计策,不要让我知道你想反悔,孩儿不敢,那就好。 我现在就去传话,不用了,已经让他去了,什么?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?来人,压起来。 父亲,你还叫我父亲?金光摇,你不是这个名吧?